這一週我們總共減出23例的Omicron 那所以累積到現在國內減出是27例 其中上一週是4例 這一週是23例 那跟昨天的這個 跟大家報告的累計16例相比 就是又增加了昨天晚上 定序確定能總共11例的這個病例 所以目前這個Omicron 我們減出的來源國 已經有8國 包括有美國 英國 巴西 加拿大 史瓦地尼 奈吉利亞 哥倫比亞跟德國 那這個就是等於歐洲 美洲 非洲 都有這個Omicron的這個輸出 到我們臺灣 不過都是在這個邊境 或者是在檢疫期間被我們攔截到的 其中在這個入境就採檢確診的 有25例 實在是7例當中25例 那另外有兩位是在入境之後 到防疫旅館裡面 因為有相關的症狀 採檢 陽性都在第三天的時候 被我們發現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的這個 偵測到Omicron的這個情形還算都是在 入境相對早期的一個階段 那這時 這27例大概大概也有一些興趣想要做一點 特徵上的分析 那跟昨天報告的差不多 我們這27例呢 也全部都是完整接種兩劑疫苗 都屬於突破性的感染 從第二劑接種的疫苗到他確診的時間 中間的間距 平均仍然是5個月 這個部分有12位 莫德納的話有5位 AZ的話有4位 那其餘有這個6位是屬於混打的這個情形